副理相公所为了鼓励民众找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点 要提升职场满意度 勇敢追求个人喜欢的事业 特别举办了一场讲座 主题就叫做乐在生活爱在工作 副理相公所为了鼓励乡亲们找到工作跟生活的平衡 提升职场的满意度 并有于追求个人喜爱的事业 特别举办了这一场乐在生活爱在工作的讲座 今天特别跟我讲 以后有机会 我们有哪些需要的话 我们还会继续的请他们对我们副理相 来继续的给我们副理相来个回馈跟帮忙 这个在这边跟所有的乡亲来介绍一下 这场讲座特别邀请到了高志斌教授来到副理演讲 分享了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发掘乐趣 并且借此提升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 两个其一个妈妈 两个其一个爸爸 在当今的公立时候比一比皆是 那第二个人要负责的是 对你的孩子要不要负责 要负责 能有自己的小区区 你必须怎么样 改变你能带的努力 讲座也主动于如何建立一个积极的生活观 以及工作态度 帮助参与者认识到自身的优势和劣势 进而提升个人及职场的生活品质 让乡亲们受益危险 许多参与者表示收获满满 并且也期待将所学应用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上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 我许多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